對林非凡有只有一個感想 就是黑暗騎士大家有沒有看過 你要嘛就死的是一個英雄 要不然你就是活著看到自己變成一個混帳 我覺得林非凡就是這樣 他人生如果在2014那是高峰 就像是我們就像是一個你知道 學運領袖王丹如果當時在天安門廣場上面就 然後呢他就是一個英雄 但是他餘生的每一天 都是一天一天的變成一個混帳 結果他今天剛剛講的這句話 我就聽不懂他講什麼 他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高度專業的廢話訓練 他那一長串兩分多鐘的核心問題 其實人家問他的事情說 對於川粉衝進國會你到底有什麼看法 但是林非凡在這個問題上面是沒有回答的 他把這整個就是焦點轉移了 兩條線就是一個Y字路口 一邊去講國民黨你不要反美啊 你不要反美 你現在在那邊酸美國你是不是反美 然後另外一個就在講說什麼 太陽花的意義啊你們不懂啊 六年過去了 請問一下太陽花學運當時 當時這場這場學運 然後或是說有人講說暴亂或什麼的 過了六年之後 請問他這個是這個社會 對他的觀感是越來越好 覺得這是一個史詩級的 史詩級的學生運動 還是只是覺得他就是一群 你知道大政客跟小政客 搞在一起奪權的一些 這樣子的一個暴動呢 我覺得是這樣子啊 所以你不要在那邊跟我扯什麼太陽花學運 你不了解他的意義 當時的時候對 當時大家對他的看法 跟現在的看法 你門心自問好了好不好 你自己問自己 你自己問自己 當時的你跟現在你還一樣嗎 當時大家看待這場學運 支持這場學運的那些理由 現在還存在嗎 還存在嗎 你們當時用民主之名衝進立法院去 然後講說因為我們是為了民主 我們是為了阻止馬鈴九賣胎 所以我們衝進立法院是合理的 現在呢 如果這個理由存在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別的理由 同樣衝進立法院 但是你民進黨敢嗎 以前馬鈴九為巨馬 當時就是因為梅為巨馬 然後你們翻牆就進去了 後來呢即便幾次抗爭 巨馬為為 刀片巨馬呀 不敢跟人民為 不敢跟人民之文什麼樣 然後呢 現在民進黨碰到任何抗爭 巨馬為三成 如果你們當時說是對的 以民主為民就可以進去 就可以進行政院 就可以進立法院 請問一下你為什麼現在這麼怕 這麼害怕 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們 YouTube中天電視頻道 即將開通會員功能 常致地邀請您 一起來加入會員 挺中天 加入會員 將實質地幫助中天新聞維持營運 中天新聞近400位的員工 感恩在心 而YouTube中天電視 會員功能即將上線 相關的資訊 更進步的內容 請請關注中天新聞直播 中天新聞臉書 以及快點TV臉書粉絲